请我们的编导把宝宝抱上来好不好 可能真的是太想妈妈了 宝宝一直在哭闹 来到摄影棚 看到妈妈的时候她立刻就不哭了 小林 小林不哭啊 小林我想今天你来呢 其实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你满意的结果 你说呢 我们都一起帮你教育了丈夫 你也获得了一些感悟和一些反思 也就是说 其实通过今天这个节目 我觉得你们俩应该是都成长了 小段啊 我觉得从刚才啊 你抱孩子孩子就哭就看得出来 平时你抱孩子太少 显然是你大孩子带的少啊 是吧 妻子付出的多 以后这点要多注意 知道吗 大孩子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特别希望今天从这个节目当中 从我们节目的现场 你们两个人都学会了爱的功课 开始学会如何去爱别人 如何爱自己 让自己活得踏实笃定一些 而一个活得踏实笃定 脚踏实地的人 其实就是一个能够爱别人的人 能够心里有爱的人 好吗 我刚才看到一句话在这儿送给你们 只有你们的生命活得美丽了 你们看到的世界才会是美丽的 加油 谢谢 其实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8月3号 也是小林和小段结婚一周年的日子 我相信在这个周年 他们过得并不是那么的快乐 因为有这么多繁琐的事情在一起 但是我想今天在复合天使的调解现场 其实是一个蛮值得纪念 他们此刻的时候 所以我们的导演组也特别准备了一些礼物 我想你们两个人在恋爱初期 包括在结婚的时候 好像都没有给对方带过礼物 是不是 也没有那份心思去庆祝 我们今天不如就借着这个场合 我们来好好庆祝一下 我们庆祝这一天 我们从此开始成长 我们庆祝这一天 我们终于可以有了 爱自己爱别人的能力 有什么话想跟他说 这里有十一朵玫瑰花送给你 好 我把我们接好 希望明年的今天 我们自己好好地带着 带着我们女人 她当然她也会说话 谢谢各位老师 我通过今天老师的指导 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很多的错误 我会改变的 谢谢各位老师